好 ISCUSH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等一下我们要在伺服器上面所建立的是一个TGTD 它的软体名称叫做ISCUSH Target Demon 那么它安装时 它的安装名称叫做ISCUSH Target Utility 所以你要先确认你的Y1 这个Y要小一些 Y1是可以用的 它的软体名称叫TGTD Start 而且你要确保它开机启动 就要把这个打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务上是怎么做的 这边是伺服器 我把客户端先收起来 这里是伺服器 在伺服器身上 我们先用Y1 好 Search ISCUSH或SCUSH 好 那么在整个搜寻的过程里面 它应该会完整的告诉你 这边有ISCUSH Initiator Utility 这是我们的客户端的程式 而伺服器端叫做Scrashy Target Utility 所以这边有时候有可能会搞混 因为它没有写ISCUSH 它写的是Scrashy 所以呢 Y1 Install Scrashy Target Utility 经过了相应性的计算 它要装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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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给它刷下去 好 所以这样是 Pearl Config 还有Target Utility SG3的 韩式库 这边都装好 装好以后 你当然可以先把它开 Service TGTD Start 起来了 起来有讯息 不要紧张 等一下再说 我们在伺服器上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准备好之后呢 下来 好 在这个地方所谈的一件事情 叫做TGTADM这个指令 刚开始学的人会有点累 TGT 就是Target Demon的这个管理程式 它的LD啊 它这个参数是这么长 你可能会有点讨厌 它这个地方是在建立一个IQN 一个IQN就在定义一个Target 在你呼叫一个Target的时候 会用这个格式的方式来呼叫 刚刚讲 它这边的这个格式 前面一定要用IQN开头 点后面加年份跟月份 再点后面把你的网誉名称 颠倒过来写 然后冒号后面的Demo 是在进行一个 一个 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说明你可以写 任何你想写的东西 用来表达你自己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看往前推 它的Target Name Target的名字 长得像这样 它的Target的编号 这就TID 是一号 所以编号始终是一号 然后呢 它的模式是在 新建一个IQN的Target 所以你在看这个过程中 不要紧张 这叫做Operation 这叫做模式 可以吗 好 所以它使用的是一个 IQN的新的Target 它要做的是一个 IQN的新的Target 所以在记的时候 这个指令有很多人 有各种各样的写法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 Main TGTADN 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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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N 你看哦 这叫做Linus Skashi Target Administration Utility 它的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上面呢 它首先先谈到的是一个 Dash Dash LLD 看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后面呢 LD Driver 它是什么这样的Driver 它是一个什么Driver 它是用来干嘛的 它是用一个I Skashi的Driver 它的Operation 它可以用显示 它可以用Show 可以删除 可以删除这个Target 这都是你可以后面在做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应用 有时候这个指令太长 你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没有办法马上的 恢复你的记忆的时候 该怎么办 你可以往下拉 你可以往下拉 比如说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些 像这样子 像这样的东西 LLD 后面是什么Driver 这个Driver是一个I Skashi的Driver 它的作业模式是什么 它在干嘛 模式是建立一个Target TID是多少 等等 那么在这边刚开始用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熟 但是我想你多用几次就可以 你看这是删除一个Target 它的Target的TID是1号 如果我做了一个 像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如果我要删除一个Target 像刚刚我做的TID1 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它的Operation是删除 它的Mode是Target 它的编号是几号 这都是你可以做的 好 那TargetName 就是TargetName就在后面后面 这个地方 我们用一个大T来代替 所以在这里刚开始学的时候 会有一点痛苦 所以就不用担心 T.G.T.A.D.M. 它的Driver Dash Dash LD 是一个I-SCSI 的Driver 它的Operation Dash OP Operation 是 建立一个新的 Dash Dash 它建立一个新的 新的什么 Operation建立一个新的 Mode 它的模式是叫做 Dash Dash Mode 是Target 它建立一个新的Target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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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 指定的编号是1号 Dash 大T 后面加上TargetName 你的Target的名字叫做 I-Q-N DAN 日期 2012-12 这是日期 再加上 DAN COME DAN Example 冒号 说明Demo 这就是我们建立Target的方法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这个点 有没有疑问 这是I-Q-N的部分 OK吗 好 Dash LD 后面的驱动程式是I-SCSI 它的作业是要做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Target 它的编号是1号 它的TargetName 它的Target的整体名称叫I-Q-N 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时候 做上去 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我想要知道我做了什么Target Target的状况如何 所以呢 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叫做 Operation Show 显示 它的什么Target 好 你看 我们只要改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Operation Show 显示它的Target I-SCSI 新的Target 在这个地方 I-Q-N的名字 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建立 我们所建立的Target的第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Controller 在你进入企业用的环境建立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就是这个Long Logical Union Number 好 逻辑 单位 好吗 那么它没有大小 它本身是个Controller 当我们呼叫这个Target的时候 除了用1号 就是用这个名字 换句话说 你可以在一台伺服器上 建好多个卡 去连接好多个不同的碟 好多的卡 可以接好多个不同的碟 那这个指令等一下我们会常用到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卡出来了 我要把两个区块装置 也就是我们的分割区或是LV 连接在这上面 下一张 这个地方 Attach Block Device to the Target 我把区块装置连接到Target上 这个指令叫做TGT-ADM ISCUSH driver 新建的Logical Unit 新建的逻辑装置 就是Long L L U Logical Unit 然后呢 TID 它的Target是谁 是那张卡 是1号 Dash Dash Long 就是它的Logical Unit Number 是1 它的号码是1号 这个1号的 这个Target上面的1号装置 连接了实体的区块装置 在本地的 叫做VDB-1 好 你看它是一个新建的Logical Unit 再看 回来我们把之前的指令叫出来 这是一个新建的Logical Unit 逻辑单位 连接的Target是1 TID Target ID 1 然后后面 它的Dash Dash Long 编号是1 Dash 小B 区块装置 连接Device VDB-1 这样 好 跑下去之后 看一下 Show 你可以看到 这张卡 这张卡上 连接了 连接了 一个疊 这个疊的大小 有1G 诶 来咯 对不对 它实际上的装置 是VDB-1 这并不是一个格式化后的结果 好 它是一个可移除装置吗 不是 有没有防范移除的方法 是不是唯独 可读写 看到没 它是可读写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加了一个Long-1 另外再加 我加了另外一个Long 这个Long Logical Unit Number 是2号 2号的装置名称 叫做Share群组里面的Disc-1 好 又加上去 再秀一次 你看到 秀一次之后的结果 这边再秀一次 TTTT 它的Driver 是Iskashi 它的Operation 作业是 秀 秀出它的Target 秀Target的时候 第一个Long-0 是我们刚刚的Ctrl Car Long-1 是我们刚刚的VDB-1 它的大小是这样 Long-2 它是一个LV 它的大小是1258枚 这也是一个没有切割的状况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来 我们就准备要收尾了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装置连上去 并且把它显示出来 接着 我们要对我们的Target 去设定一个连结用的ACL ACL 全名叫做 Access Control List 也就是所谓我要限制 它可以连线的是谁 来自于什么地方 这个模式叫做Bind Mode是Target Ti-D-1 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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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把这个IP位置 跟它的Target 连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Mode 是Target 这个Operation 叫做Bind 连结 或是连结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把它留着 我们连结的对象是Target 它的Mode 是Target 然后它的Operation 叫做Bind 像强力交易一样连起来 然后Ti-D-1 Dash I 大I 192.168.0.16 比如说 比如说 250 我允许250 连结 然后你看一下show 它的结果就是ACL information 告诉你 250 那这样的状况就是 这个Target 只允许250 的这个IP连线 如果你愿意 再多加一个IP254 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边你看 它会多加多好几个IP 也就是每一个Target 就是TID 它可以被连线的对象 是以IP本体为基础 这边的后面 这边加的是一个大写的I 从这样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连线设定成功 我们的伺服器 已经准备好了 好 那么最后一张投影片 是提醒你 我们这样子虽然设好了 但是我们的伺服器 如果重开的话 伺服器如果重开机的话 刚刚所有的设定 通通都不见了 为了让伺服器在重开之后 能够看到 能够在每次重开 就可以怎么样 开完机之后 就可以把Target设好 不用手动 你可以把刚刚所做的 这几个指令 从第一个设定你的Target 它的Target TID是1 它的Target的IQN长这样 设定Target 然后呢 把Logical Unit 把你的区块装置 连接到这个Target上 再把这个Target允许 谁来连线 这是个大I 这四条指令 写到Arc.local上 这样子你一重开机 它就会在开机的Round Level 最后执行这几个指令 你的伺服器就已经准备 可以受到客户端的连线 这是在重开伺服器的时候 可以一并做的这个准备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 客户端怎么设定 对 对 你 说 那 你 在 我 你 好像